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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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午安 今天很榮幸能夠來這裡 其實這個題目很無聊 當初我收到這個邀請函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很忙 我只是 我在想說應該是這個紀錄片的關係 這部紀錄片 導演還有製作人把它轉向那種 在談教育的心路歷程 所以我就隨手寫下 工程與工程教育再思考 後來才補這個二十多年的夢想之旅 沒有在你們的DM裡頭 我今天基本上呢 大概就是把 根據這樣子的大綱來講 那我會先從這個 我為什麼會帶學生做這些事情 開頭 那最後再回到教育上面 希望 有些文詞如果有一點太尖銳 就請大家多包涵 那我基本上是在1980年的時候呢 從台灣去美國 那在美國呢 那在美國呢是在Michigan大學 還有Troy 號稱三角的這種city 這些都是印第安的名字 那我在G1的R&D呢 做了五年半的事情 大部分跟我的研究有關的 就是跟飛機引擎有關係 那這是G1的引擎 那你把引擎打開來 要大翻修的時候 整個殼拆掉大概長成這個樣子 我常常聽人家講說 台灣太小了 台灣沒辦法做一個系統什麼 沒有錯 你把引擎打開來 好難喔 好複雜喔 可是你看那個是什麼 那是一個人啊 他是人 我們也是人對不對 其實我們也具備同樣的本事 我們有那個能耐的 要不要學而已 要不要很辛苦的去把它做出來而已 那 我差不多五年半以後 我那時候想 我應該要回去了 因為再不回來 太老了 人家就不要我了 那時候 我就開始申請很多學校 其實我也申請教大 那個故事我就不講了 後來有一天呢 我在家裡的樓上 接到台大的電話 我二話不說就答應她 結果從樓上啵啵啵啵 很高興地跑下來的時候 看到我太太的臉色 滿臉鐵青 為什麼 因為我想她 在這個過程當中 她一直覺得 台灣不會要我的 所以她一直覺得說 我可能還會繼續待在美國 我常常覺得我是很幸運的 所以我回來以後 其實我真的是很拼命 我真的是過去27年 我真的是拼命在當老師的 因為我覺得我欠的這個地方 就是這麼多 當然我開始回來當老師以後呢 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些問題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把它叫做台灣人與一寅的俗話 俗話其實我本來想寫台語的 就是一副你們在講什麼啊 譬如說什麼台灣太小了 市場不夠大 是嗎 剛剛那個 我在跟黃老師聊天的時候 那瑞典呢 900萬人 瑞典有什麼 什麼都有啊 Volkswagen SAR造飛機 什麼都來啊 對不對 你知道日本造的 sorry 瑞典造的飛機 是連美國都很驚豔的 那我們講以色列 以色列很大嗎 沒有啊 四面都是敵國啊 所以我常常講 這個都是媒體在幫我們洗腦 然後大學生眼高所低 高學歷 我想我們迷信說 唸完高學歷 我想很多老師去美國留學 一定很清楚說 美國人其實真正很少唸 就他唸到大學畢業已經很了不起了 那很多人是出去工作以後 發現有不足的地方 再回來唸個碩士 差不多了 不像我們 碩士變成是好像基本學歷的樣子 那大家期待高學歷怎麼樣呢 我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大概很多人覺得 我高學歷可以讓我的下一代可以出頭天 所以父母在那邊擺攤販啊什麼 就是為了下一代的高學歷在犧牲 這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道理 而且我們一直說什麼 一代不如一代年輕人不能吃苦 反正太多了 最後說中國學生比我們用功 能吃苦 其實我不覺得是這樣 我過去兩年常常跑大陸去認證他們的學校 其實他們是很羨慕 他們對來台灣念書是很有渴望的 我們不要忘字匪伏 後面還有一大堆啊 算了 我過去十幾年 我每年都要跑 從北到南跑十個高中以上去招生 很多人都說 你台大機械也要去招生喔 其實我不是真正要去招生 我是 因為反正機械系主任支持 我想的就是 我是要去跟他們聊聊機械是什麼 那我每次講完以後 那個老師就會說 喔 這老師原來機械是這麼有趣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 對啊 他們就誤會說機械就是黑手 好 沒有關係 我那個演講快要結束的時候 都會有這一頁 就會說 你看喔 這上面都是機械 所有東西都是機械 請問各位了解機械的特色是什麼嗎 就是 好啦 我先講一下 就是會動的東西 所以就是會動的 會動的東西都貴機械管 好 那我都會講這一句話 機械是工業之母 你學會以後無所不能 可是我不敢講的是下一句話 就是可惜台灣都不會 台灣都不老 我回去 我們回去看 你看喔 飛機 航空母艦 你可能說高鐵 輪船 你說我們終於 我們有自己的品牌叫納智捷 我們只做一小部分而已 OK 然後呢 你說有啊有啊 然後我們有在金岩代工啊 我放的是 我要講的是設備 我們設備是買進來的 你做什麼奈米啊 什麼奈米啊 是靠人工嗎 不是嘛 你是靠設備嘛 所以我常常說 我以身為機械系的教授 我會覺得 我很丟臉就是 我們弄不出這些東西出來 好 真的台灣都不能 好 好 那我問自己為什麼 我記得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老師告訴我們說 嘿 台灣都在做代工 我已經回來當老師了 而且現在已經二十幾年了 台灣還是在做代工 為什麼 我一直在問我自己這個原因 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學生 都比西方的國家用功 我們隨便拿高中生 我們來跟美國比 我們的高中生一定可以 可以輕易的把他們打扮 用考試的 用考試的把他們打扮 我們學的都很辛苦 我想各位老師也可能都是 找那種很困難的課本來 來欺負各位 好啦也不是欺負各位 我們真的是比西方國家用功學習 可是為什麼我們只能 停留在那個代工的層次 那 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去尋找答案 我看過管理的書 最後我覺得我是在這個 歷史當中 這是我自己體會出來 所以我講的如果不對 也沒有關係 因為反正也只有我一個人 受難而已 那 可能介紹一些書給大家看 如果你們也看過 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 這是我看過最有趣的歷史書 有一次我看到 我翻一翻 哇 太神奇了 我就打電話給書商說 我能不能跟這個作者聯絡 書商說不行 這個作者的電話是秘密 我給你我的電話啊 問他願意不願意跟我聯絡 我們就成為好朋友 叫做呂里舟先生 這個被擋住了 沒關係下一頁 有那個更清楚的 他之前寫的一本書 現在再版了 那我去歷史當中找答案 這本書有趣的地方在哪裡呢 他從鴉片戰爭講起 他從鴉片戰爭講起 然後呢 他問的問題就是 我們都說 我們被英國很輕易的打敗 是因為他們船間炮利 只是船間炮利嗎 問這個問題 只是船間炮利嗎 那當然他的這個結論一定不是 是這個思想都有問題的 他從那時候帶領中國的軍隊 去打仗的那些將軍 所做的事情來分析這件事情 請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然後呢 好 我們再換英國的角度來問 那為什麼英國的軍隊船間炮利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原來他們有工業革命 再追回去 原來經過啟蒙運動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在復興什麼 Interesting 文藝復興在復興什麼 希臘的文明 原來他用這種方式去追歷史 追回到源頭 然後再一路講回來 談文化上的差異啊什麼 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真的是愛死了這本書 我看完 好 我就開始去看很多 那個 那個什麼 工業革命相關的書 我去裡面去找說 我們跟人家比起來 我們差了什麼 我一直覺得是 我們並沒有經過文藝復興跟工業革命 我們是 我們 就是台灣基本上就是 突然間 進出口 下工 就開始做鞋子 雨傘這樣這樣 然後慢慢 賺了一點錢 我們開始這樣子 我們並沒有真正 工業革命 我們只是從 我們真的從代工做起 代工並沒有錯 很多國家 日本 中國 他要工業化 他也是從代工做起 但是我們就好像 就局限在代工這樣而已 好 英國1970年代的時候 發生工業革命 我把這個叫自發性的工業革命 那1839年 發生中英的鴉片戰爭 OK 那我們跳過 1853年的時候 美國的 那時候日本是鎖國狀態 幕府將軍鎖國的狀態 對不對 1853年的時候 裴里將軍呢 率了四艘黑船抵達江戶 就是東京灣 把日本打開門戶 其實大概隔一年才打開 不過反正就是這個事件 對啊 1854年 然後接下來呢 其實日本 其實發生一段時間的內戰 因為有尊王攘乙派 因為那時候日本還是儒家的 儒家思想的國家 那有一派是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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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應該去學習西洋的 OK 所以他們就發生內戰 我覺得他們很幸運 你看短短幾年 明治維新啊 那我把這段時間叫做 抄習式的工業革命 日本最會抄 抄得非常的成功 對不對 那你看看幾年之後 他就有能力把那麼大的中國 給打敗 我覺得中國從1839年 鴉片戰爭一直到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 其實清朝政府都只是躲避而已 逃避逃避逃避 我就不願意認清楚說 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沒有 到甲午戰爭 才因為 那個小日本可以把我打敗 我覺得那個屈辱感才是真正來 因為以前英國 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 好遠啊 對不對 你就覺得理所當然 他船間炮利嘛 可是我們居然被日本打敗 所以呢 接下來你看 才會有這個武士運動 你看1900年 還這個 這麼久的時間 那個整個的思想 都還停留在那種 很遠古的時候 所以還會發生義和團事變 日本到1919年 五四運動 我們喊出來的口號是說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這個我覺得到現在 我覺得我們還都是這個樣子的想法 我一直想的是說 我不是要放棄所有的中學 而是你要去學西方的精神 不能只是把它 把以為 人家只是技術比我們厲害 我們用來 我們拿來用一用就好 其實不是 那個精神更重要 好吧 這個呂里舟先生就是 這是他之前寫過的一本 明智惟心的書 我不曉得看過多少遍 真的把它翻遍了 然後呢 我覺得在裡面找到非常非常多 我可以去帶學生的那些思想 什麼的 好 那我等一下講的內容 主要是從這一本 擷取出來 但是後面呢 會有一些跟這一本書 洞察有一些關係 所以我先為他們做一下介紹 洞察呢 的作者是王寶冠先生 王寶冠呢 是台大大氣科學的畢業以後 去美國拿了博士學位 就待在美國教書 那我們大部分的科普讀物都是翻譯的 可是這一本呢 他文筆真的是好 他那個詩詞的造詣 真的是不是蓋的 他就在詩詞當中探討科學精神 科學的內容 有趣齁 不曉得結版了有沒有 因為很久很久了 那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 反正我只要看到一本書 哇這個作者好厲害 我就會想辦法去跟他變成好朋友 我不是在為他們廣告 因為洞察已經應該差不多賣光了才對 那我現在從明知為心擷取一些話來 來跟大家討論討論 這個呂呂舟先生就寫說 你看近代中國跟日本的現代化競賽 勝負關鍵是什麼 就是西方情報的取得跟了解 誰越了解西方誰越早放棄攘疑 那你就會越快引進西方文明 好 那他分析了日本能中國不能的五大原因 寫在這個地方 我很快的趕快講一講 他說日本有藍學 藍學就是荷蘭 日本那時候鎖國 所以整個國家就是說 不可以跟人民不可以跟外國人接觸 只有長期外島對不對 長期外島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說這邊可以駐紮一些荷蘭人 這就是荷蘭了不起的地方 真的 荷蘭的面積跟我們一樣 荷蘭人的 荷蘭的第一大公司 現在喔 我們台灣的前十大加起來 我們都比他還小 我覺得荷蘭這一點超級厲害的 Anyway 然後中國有科技制度 日本沒有 你看很有趣 日本大化革新的時候 把所有的中華文化幾乎都超過去 唯獨一樣 兩樣東西沒超啊 第一個 太監制度 不曉得為什麼 他們大概覺得太不人道了還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科技制度沒超 好 OK 那 不知道為什麼 科技制度 大家應該都知道 大概在衰文帝的時候 跑出來的 然後到唐朝就已經發揚光大了 然後一直 就主宰了中國的文化大概兩千多年 好啦 那日本有武士階層 中國沒有 我們都有士 只是我們的士是士大夫 他們的士是武士 拔刀的 砍人的 但是他們的武士精神是要保衛人民 保衛國家的 不太一樣 我們的士大夫是動嘴巴的 寫文章的 OK 另外呢 我們的衝擊在先 日本很幸運在後 而且又碰上美國 美國沒有要佔領日本 美國也沒有要怎麼樣 他只是說 拜託你開港口 讓我能夠通商 或者是萬一 因為太平洋那麼大 萬一我的船出了問題 可以靠到你的港口去維修 很modest的要求 那另外我想很重要一點 就是我們的文化優越感 比人家強烈太多了 我們是不願意認為說 西方文明其實是比我們 真的是比我們強的 我們應該好好去學他們 好 我回到這個科技制度 科技制度不是完全不好 他讓一般窮苦人家 或是怎樣 或是一般人民都可以 進到朝廷當中去當官 OK 社會可以透過這個考試的方式洗牌 不是只有貴族 或是否才能夠當官 可是呢 很可惜 幾千年下來 變成我們讀書就是為了做官 不是為了求之 也不是好奇 另外呢 漢武帝 漢武帝在這個 我們的文化的 好了 我們念的歷史 Sorry 這裡我不講那個 去中國話或什麼的這些問題 我就說 至少我們唸過的歷史 漢武帝其實是被視為民族英雄的 為什麼 因為他驅逐匈奴 他打敗匈奴 當然不是他 對不對 不是他 但是在他任內 打敗匈奴 可是我覺得他其實是民族罪的 他做了一件 當然也不是他 但是他是背後的主導者 就是霸處百家 獨尊如數 你看那個村區戰狗時候 那個百家齊放 那個思想 我想 哇 如果我們一直延續那個樣子的 思想狀態 說不定我們會有科學的精神出來 至少墨家也許有一天會發展出 科學精神 不知道 可是很可惜啊 獨尊如數之後 我們就降在那個地方了 然後呢 你看到宋朝 國家越弱的時候 就越小 那個範圍就越小 到最後四十五金而已 你看喔 所以我們的 我們為了要做官 我們唸的書 只有四十五金 不在考試範圍內 都不重要 Nobody cares 有興趣 完全沒有 真的 OK 你看 我們到了 其實這是美曠玉夏的 到朱元璋的時候 他念書念不是很多 大臣每次上咒章的時候 引經句點 他很煩啊 算一算不要啦 所以他發明了什麼 八股文 哇 那更窄了 讀書的人只要精通這個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管 我常常覺得 其實都還在影響我們的文化 他是影響我們念書 是為了考試 為了就業 以前是為了做官 好 那我們的教育跟價值觀 過去幾 這個我想我不會全部念 請大家看一看 像我們現在 只要你想要突破什麼 人家就是說你數點望足 那個好像 我剛剛跟老師提到就是說 他好像是那個如來給孫悟空的那個緊摳 緊緊的籠罩在你的那個頭上 你想要創新想要突破 大概都會有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基本上把受教育 其實念書當作是光宗耀祖 那種榮華富貴的捷徑 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看不起動手做的人 你看我們的文化裡面 畫面造紙的是蔡倫 你知道蔡倫的身份是什麼嗎 太監 其實我們是 我們就把那種叫做雕蟲小記 哇 讀書的人 絕對不會進廚房去摸那些東西的 OK 念書這件事情 我先講一個簡單的故事好了 我記得我在美國工作的時候 有一次呢 我跟我太太去參加一個人的 就是Sansgiving的Party 那我進去 我認識他先生 但是不認識他太太 我進到他家的時候呢 他太太就把我引到Family Room 因為一般來說 人家會帶你到Family Room 通常都在Living Room而已 就是見客的地方 引到Living Room就表示說 We are very close friends 的意思 然後坐下來以後 他就跟我講說 We are so proud 我很驕傲地說 我的兒子最近申請到附近 Community College的 Art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就是附近社區大學的文學院的 文學院的一個戲啊 你知道我聽到的時候 我簡直嚇到了 Wow My God 我們初次見面了 你跟我講這個 難怪美國這麼厲害 我想的很簡單 我想 我不想你們腦袋裡面想 你又不是MIT 的 有什麼好說 有什麼好驕傲的 對不對 你又不是工科的 I and Literary Department 這是我們文化 這些對我都有很大的影響 對我後來成長過程當中 我覺得 我真的花很多心思 其實我在美國念書做事的時候 我就花很多心思去了解他們文化 我記得我剛到美國 我去買他們的兒童讀物 我去買他們的高中課本 然後我在那邊看的時候 有同學來了 你幹嘛在看這個啊 我就 我的回答是 我沒有在這裡長大 我想了解人家在學什麼 以前在學什麼 那我去做事以後 我就覺得我花很多時間想要去 融入他們的文化 你看喔 其實我是下定決心 我一定要回來台灣的人 可是我會花時間去融入他們的文化 因為我覺得 我們必須要去學這一塊 好 那回到我把它總結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想就是我們文化偏重學科成績 美國的小孩子其實不太念書的 他們回家沒有作業了 對不對 一直到高中就是打鬧 高中就是喝酒 教男女朋友打球 什麼這樣子長大的 只有兩種人會好好去念書 就是華裔跟猶太裔的人 他們是不公布成績的 因為我不要你在小時候 然後我就影響你以為你這個成績很好 這就影響你的志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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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是你很會考試 就這樣而已 不太一樣 我不是說美國都很好 不是 美國有很多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純從 我們怎麼樣來教育我們的學生 這一點來考慮 我們太偏重學科成績 親夫動手實作 特別是團隊合作 你看考試 念書考試是單打獨鬥 考試你不可能團隊合作 對不對 你就被人作弊 所以我們訓練出來 常常都是我才不跟人家合作 可是人家一個團隊 你個人 你怎麼打得過人家 然後呢 我們從小都在壓抑 小朋友的創意跟夢想 很多創意 常常都小時候 父母一定是壓抑他們 像我喜歡動手摸東西的人 你小時候那個抽屜一打開 裡面一定一大堆垃圾 真的 你在那邊亂兜東西 父母來就趕快收進去 我想台灣的父母就這樣 過來一巴掌一下 你在幹嘛啊 玩這個念書啊 對不對 還好我老爸是不管我們的 所以我就可以很自 自由自在的長大這樣 我現在講一個 William Hersher的啟發 這個對我 還覺得還蠻shock的 William Hersher是 不曉得有沒有人認識 這裡面請問有沒有天文的 天文系的 或者是很喜歡觀天的 他是 十八世紀 德藝英國人 後來他規劃英國 他是音樂家 也是天文學家 他本來是音樂家 然後他 反正白天就是做曲代樂團 可是到 他有一次看到書 就 天上的星星是上帝的音樂 這個太了不起了 所以他就開始去看天文學的書 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啟發 看天文學的書 原來那時候開始有望遠鏡出來 所以他就會去買望遠鏡來 書上說朝哪裡看 你可以看到什麼 他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後來發現說 那個望遠鏡的品質不夠好 他想看了看不到 結果你知道他接下來做什麼事情 他把他家的後院改成工廠 他自己去做鑄造 為了要鑄那個 支撐望遠鏡的價值的東西 自己磨鏡片 全世界最好的鏡片 在他手下磨出來 OK 所以你有一個design 然後你去學 學很多的東西之後 就是 喔 不足 Do it Do it 好 那你說 這有什麼了不起 你們知道他發現什麼嗎 用望遠鏡去發現什麼 Uranus 天王星 你說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哇 我跟你說 你晚上出去看天 你可以看的範圍還蠻廣的 可是你用望遠鏡的時候 能夠看的就是小小的一個範圍 你要找到行星是 他要能夠動 他要再動 今天跟昨天位置不一樣 You have to know 喔 他動了 這不是不容易的事情 在那之前 我們就覺得會動的就是 就是禮拜天 七顆 太陽 月亮 包括算進來 就是交五顆行星 好啦 我們不算啦 所以你能夠看到天空會動的 就只有四顆行星而已 沒有人想到還有其他的 那他一對著那個 走到天王星 所以他成為很有名的天文學家 可是那時候法國國王要頒獎給他 他去到法國 法國的報紙上就有刊登一些教授 寫信來酸他的 說啊 運氣好啦 對著天空崩就給他看到那顆天王星了 他那時候有提到說 你知道我怎麼關心的嗎 看星星嗎 因為英國很冷 濕冷 對不對 那他是在後院架那個望遠鏡 不像現在我們在天文台裡面 有空調 好舒服喔 插插插插插 就轉過去了 按幾個按鍵就可以轉過去 不是啊 他那時候只能曝露在外面 你不可能在旁邊燒一團火爐 一個火爐 為什麼 因為你的鏡片會變形 所以他只好穿得很厚 但是臉怎麼辦啊 他說他都是拿洋蔥塗 讓它發熱這樣 他說我是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很辛苦的去搜尋整個天空 找到那個天王星了 那就是 他實力了 堅持到底 OK 那我唸過這一段故事 就是我上面寫的這本書 我太感動了 I want to do it too 我常常想就是說 如果你把手見手學的知識 我們學了很多 唸了很多的書 可是就把它放到奶袋裡面 不把它實現 太可惜了 好 所以呢 我在96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升過教授 我想我自由了 這個 當然在這之前 我已經找了很多的書 我就一直在思考 那 那 那時候 我就像剛剛我講的分析的那樣子 我們看不起動手實作的人 好 那 你不動手 你告訴我說你很會設計 我才不信 我們學了很多會計算 會考試 可是 從來沒有把那些知識 用來真正完成一樣工程 你問我真的 在這個之前我也沒有做過 很多人 老師你會不會設計 我到課堂上說 我們今年的目標 是希望能夠設計 製造出一部飛機 學生問我 當然學生那時候沒有問我 可是我心裡面自己知道 我不會 可是我們一起來摸索 OK 那我們大概做了兩年半吧 第一部滑翔機 我那時候為什麼做 挑這個題目 因為我 我要做之前 其實我也沒有太大把握 我就去找很多同事 問一問 每一個人都潑我冷水 他們說不可能的 台大學生都眼高手低 剛剛那一句話 眼高手低 他們怎麼可能跟你去受苦呢 我想對齁 是會很辛苦 所以我一定要想一個很吸引他們的主題 來騙他們進來 我想大家都想 這個策略是對的 因為那時候學生都去傳說 那一門客要造飛機耶 OK 那第一學期就少掉一半了 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 不過後來還好我們把它做成了 那第一步我挑滑翔機的原因是 因為我想沒有引擎 比較便宜 可是那是錯誤的 因為滑翔機本身沒有動力 你看我們是用車子把它拉上去的 它沒有動力 所以呢 你那個設計都要非常的 Aerodynamic efficient 就是它都是曲面 那些曲面在製造的時候 是痛苦的鑰匙 因為沒有辦法定位 反正不會造 其實我們不會造 在那邊胡搞 可是我就跟學生說 來來來來 你學過什麼知識 我也不知道我對不對 你學過什麼知識 我們把那一套應用過來看看怎麼樣 那個如果成 那就決定說 欸 真的可以耶 我也不曉得我們是不是真的做對了 但是 我們就是這樣子成長的 後來我們就把引擎加上去 做出一部輕航機 那 這是在2000年的時候 在大漢溪 這旁邊是大漢溪的地方試飛的 那我想 我應該到3點是吧 3點嘛 後面還有問題的時間 還是3點就全部結束 3點 好 沒關係 所以我們不一定把影片看 這個是我們那時候 飛機造好以後呢 黑松沙市正好是50周年慶 他們要拍一支廣告 知道我們有一部飛機 就借我們的飛機去屏東的 賽家機場拍這個廣告 那 這上面的學生 包括女生都是台大機械系的 我請不起臨時演員 不過 我們那一天 我們拍了兩天 很辛苦的拍了兩天 剪出來一分鐘 一分鐘的廣告 自從那一次以後我就知道說 拍片其實是很辛苦的 這裡面其實我最佩服的是那一位開飛機的 因為那時候我每次跟他講說我欠你一條命 因為你敢飛那個學生設計製造的飛機嗎 然後那個導演常常會說 那個角度不對 請他怎麼樣 我說拜託你鏡頭轉比他動容易吧 你是叫他蟲飛啊什麼的 好吧 我們拍到晚上都還在拍 那 我回到主題 工程是什麼 我沒有要念他 這裡面 工程其實 最重要的 你看 我把它標成紅字 是實踐 你要實踐 要不然 你講了半天 只是紙上談兵 口受無品 那當然我們基本上就是 很重視 我們基本上就是apply science 你把你學的數學、物理、化學等等的知識 把它應用 而且要很經濟的造出來 因為我們可以花無限的經費 可是你賣不出去 所以你要很經濟的 使用自然界的材料跟力 來把東西造出來 這是工程 那 這裡面有很重要的就是 隨著你的經驗 累積了越多 配合個人的judgment judgment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這是工程的基本上大致的內容 我們要開發任何東西之前 會從市場定位 你的產品的市場定位 開始探索起 紅色是我們大部分在工程學系裡面 教的內容 我們教學生怎麼去設計計算分析 我們教機械系 我們教他們怎麼去製造、組裝、測試 但是呢 我們比較少教的其實規劃、生產 那後面這些大概也都很少在教 我們主要大概就是教這些紅色的部分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那如果說沒有意外的話 其實我可能現在在造飛機 造飛機其實很吸引人 但是台灣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地方可以試飛 我們每次要飛都很 找地方都找得很痛苦 OK 那後來正好是2000年的時候呢 有一個基金會叫做中佐章先生教育基金會 中佐章是六合機械的創辦人之一 那他一直有捐款給台大工學院 那可是我們都沒有好好善用這些錢 所以他那個負責的叫做中董事長呢 他就有一次說 欸你們能不能弄一個團隊去參加比賽啊 賽車什麼的 所以系主任就跑來找我 欸你們能不能造車去參加比賽 我說我不會造車啊 我只會造飛機而已啊 啊沒關係啊因為沒有人願意做這種事情 我就說OK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你們如果下禮拜看的那個影片 那個大隊長就會講這一句話 就是上到一半 我們本來是要 他們被騙了要設計第二代飛機了 應該說第三代 我們那時候本來在討論就是要不要設計太陽能飛機 結果學習快結束的時候我就說 各位抱歉 我們接下來要改設計太陽能車 因為要去參加比賽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 其實真的一開始我們什麼都不會啊 所以造出來的車子這麼又醜陋又笨重什麼的 而且花了時間很長 那我們你看這個太陽能板是我們去公園院彩藥所 他們做實驗剩下來的 我們剪了大概一千多片 然後我們去找士林電機學做封裝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去士林電機的時候 那個出來接待我們還是學長 然後呢 他在跟我們學生討論的時候 我們學生在畫電路圖 他就說 這個不是電路圖啊 你們連電路圖都不會畫 你們來這邊幹什麼啊 那些學生都很那個謝氣 我就跟他說沒有關係啊 他不是在罵你們 他在罵老師啊 OK 我也不會啊 所以我們來學啊 OK 沒關係 我們好好學 我們明年可能就比他們厲害了 用這種方式來 我覺得我們後來真的比他們還厲害了 那我們就這樣子把這部車兜出來 然後去環島 那時候我們並沒有 要用那一部車去比賽 其實 我們造這一部車造到 因為暑假還在造車的時候 其實我們第二代車 就是2002年的暑假 我們已經第二代車設計完了 那時候學生就說 老師我們能不能不要再繼續造第一代車 我們就直接去造第二代車 我說不行 因為我也沒有錢讓你們造第二代車 所以我們第一代車一定要造好去環島 然後我要用你們闖出來的那個 那個名號去募款 我一定要募款 不然我怎麼去 我們怎麼造第二代車 是這個樣子的 那好不容易造出 有人看過第一代跟第二代就說 這中間好像差了30年 你知道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值得喔 再怎麼辛苦都是值得 因為 有經驗跟沒經驗的差別 就凸顯出來了 這個 這部車呢 走起來 好吵喔 這部車就很安靜了 因為有經驗了 學生 該掌握的技術大概都掌握了 我們欠缺的只是money而已 所以 我們這部車用的太陽能晶片 還是矽金的 Silicon的 那 那一部車有去參加比賽 只是我們在賽車場很厲害 反正你們 下個禮拜看影片的時候就會看到 我們在賽車場都很厲害 都是跑出第二名的成績 可是跑完3000多公里 完全就決定在太陽能板的效率 那這是第三代車 用的是Galium Asenite 就是生化家的晶片 那這個晶片台灣沒有賣 因為它是外太空的 那在美國它是出口管制 所以其實你買不到 但是呢 因為它檢驗非常非常嚴格 所以它就 只要有一項沒有過不良品 那我們就可以買不良品 不良品就不在出口管制裡頭 你知道我那時候 為了找這些晶片 那個真的是緊張到 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然後 這一小片 現在就先講 等一下再講 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往下看下去 為什麼要挑太陽能車 因為不像一般的賽車 你知道一般賽車 現在最厲害的車有到2000多馬力 你一般的車大概200 200 100多到200 太陽能車只能從太陽 獲得很有限的電量 多大呢 這是我們第二代車 我們的系統電壓是100V 最大的電流是15A 所以乘起來就是1500W 我們的第三代車 其實有沒有好到哪裡去 大概1800到1900之間而已 OK 你知道這大概兩匹馬力 跟200 差100倍 你知道1500W 請問你們知道1500W你在家裡幹嘛嗎 你們回去檢查你的吹風機 大概就是1500W 其實說你在家裡要把頭髮吹乾的電力 所以我們要拿來讓太陽能車 標那3000多公里 而且可以跑到時速 100多公里以上 所以呢 那個想像空間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們很快的談一下 就是說你怎麼造一部太陽能車 才能造出一部好車 當然首先要省能源 主力要很小 因為當我們標到 其實你標到80公里以上的時候 主力就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我主力一定要很小 那重量要輕 很快講一點點理論 沒有啦 圖形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空氣主力 跟機械消耗的 這個是 重走是能量消耗 然後呢 應該說是功率啦 但是沒關係 然後橫走是車速 OK 這是機械消耗 這是空氣主力 你看空氣主力超過80以後 是急劇上升的 所以你怎麼降低空氣主力呢 越往上的空氣主力越大 最上面那個就是你 你在坐車的時候 你把車窗拉下來 然後你把手伸出去 那個主力就是那麼大 那隨著我們的技術越來越厲害 所以往下 那這是飛機的翅膀 空氣主力最小 所以你看我們的 我們就是挑這個來當 你說為什麼太陽車都長的那個樣子 就是空氣主力最小 OK所以我們三代車的眼鏡 空氣主力係數就越來越小 OK 那我們後來發現你看 這個我們連旁邊都要照這個 車輪都要照起來 因為影響空氣主力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們基本上是利用很多的軟體 來幫助我們設計 抱歉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怎麼樣做出最輕的車呢 我們去學著自然的演化方式 那時候還 現在你大概都可以買到這種軟體了 可是那時候還不存在 所以我們只好自己去學這個軟體 我們想像說 你學習自然的演化方式 這個角色是一顆 一個設計的domain OK 然後呢它只受到重力 然後我們要讓它演化出最佳的形狀跟重量 想像是什麼 蘋果嘛 真的 跑出來就是一個蘋果 其實我剛剛畫錯了 這個是我們設計的空間 然後呢 我們給它受到重力 它去演化出來就是一個蘋果的樣子 那我們把這個概念用來設計我們的車子 首先呢 這個我們剛剛從前面那個 空氣動力學呢 我們了解說 這個是我們的外型 好 可是我們怎麼樣讓重量 我們怎麼樣架構我們的這個結構 我先把這個整個拿出來 現在是實心的 實心的 然後我先把那個需要的空間把它挖掉 譬如說我裡面要放駕駛啊 的位置 我要把它挖出來 我要放一個電池在那邊 我要放輪子在那邊 馬達在那邊的地方 我都先把它預留下來 其他的空軍就讓它自己去演化 不需要就把它拿掉 不需要拿掉 拿掉以後就剩下這個樣子 那本來是亂七八糟的 所以我們把它稍微簡化一下下 稍微 簡化一下下大概就變成 簡化成為可以製造的方式 大概就長成這個樣子 OK 其實出來的結果大概就是很簡單 飛機大概也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地方特別的強 就是因為我們要保護駕駛 駕駛是坐在這個地方 那這是我們演化出來的結果 OK 不管是空氣阻力重量 你看我們已經坐到 從400多公斤一直降到175公斤 這是我們製造技術也進步了 然後設計 應該說我們的軟體 還有最佳化的技術也進步了 所以我們可以 然後太陽能板的效率 瓦數提高 我們在澳洲參加比賽的時候 這部車最高時速跑到140公里 我們平均其實跑快不是問題 是要能夠耐久才是問題 因為3000多公里 好那你怎麼造它 我們剛剛設計出來那個外型是神聖的 因為外型決定你能夠跑多快 是空氣阻力 所以我必須要很精準的把它造出來 那你怎麼把它造出來呢 我們其實是經過很複雜的一段程序 我們要先造一個工模 工模就跟這個外型是一樣的 車子的外型一樣 然後再用工模去換一個母模 然後再用母模來製造成品 你說幹嘛這麼囉嗦 你就直接把它做出來就好了 我等一下看看 因為我們其實資源很有限 很多人說工模就CNC就好了 哇那麼大的CNC是非常昂貴 那我們學校只有這麼小的CNC 所以我們那時候怎麼做呢 學生就把這個 整個車子的外殼呢 切成大概60塊 然後一塊一塊去加工 加工完 把它像拼那個 拼裝一樣把它拼出來 然後上面補塗 這就是外殼的樣子 OK 那我們要在這上面呢 塗20層蠟 光塗這個 塗到大概都快瘋掉 為什麼要塗蠟 等一下就會揭曉 塗20層 好 可是呢 我那時候就問學生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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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過這些組裝啊 塗補塗啊什麼 我怎麼知道你的外型是對的呢 所以他們就去設計一個很大型的量具來 一個探針 然後走來走去 然後量出那個 這個是說霧差 藍色表示幾乎沒有 綠色稍微大一點 那最後這個地方紅 表示說它的霧差比較大 為什麼那個地方霧差大呢 因為它是在這個車殼的尾端 那個尾端薄薄的一條 所以只要有一點點的霧差 就很大的霧差 不過反正這個可以修正 那我們就這樣 好 我剛剛講過 塗了20層蠟以後 我們就上一層這個叫膠殼 膠殼的好處是它乾掉以後 它很硬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膠殼上面 就開始用玻璃纖維 噗噗噗好幾層 等它乾了以後 定上一個框架 接下來的動作叫做脫模 剛剛塗的那個20層蠟就是為了脫模 要不然我們把膠殼噴在這上面 我這個一拔起來的時候 這個補塗大概都會被拔起來 就完蛋了 所以20層蠟奏效就顯示在這個地方 翻過來就是我的母膜 你看那個膠殼硬掉以後就是我的母膜表面 要很硬 那我這個母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大家有沒有看到旁邊 這邊其實有一個烤箱 這是我們隨便兜一 也不是隨便 很陽春的兜出來一個烤箱 因為太陽能車四公尺長 兩公尺寬 那我們這個烤箱我們做了大概六公尺 要把它放得進去 那剛剛我們 抱歉 剛剛我們做這件事情 就是為了這個模具要能夠在烤箱裡面 我們烤它不會燒起來 不會變形 不會怎麼樣 很多的烤量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真正要做車殼了 我們就鋪 剛剛是碳纖維 剛剛是玻璃纖維在做這個模具 現在用碳纖維 因為碳纖維比較貴 而且做出來的強度會比玻璃纖維高很多 所以我們先用碳纖維鋪一層 然後鋪 我們鋪那個蜂巢 然後鋪片膠 就乾的膠 然後這就是蜂巢 然後最上面再鋪 碳纖維 鋪完以後 我們把它整個包在真空袋裡面 然後抽真空 然後把它蓋起來開始加熱 加熱的時候那個膠就會融化 融化以後 碳纖維跟蜂巢就會 就會黏在一起 然後等到它溫度降下來固化以後 脫殼就是我們的上側殼 很辛苦才做一個殼 那我們總共要超過十個外殼 還有下面還有旁邊 還有一大堆都用這個程序做 我們在照的時候我都覺得 我對這些學生真的是佩服的五體頭地 他們也沒有抱怨 當然因為要出國比賽 大家有一個共同目標 反正大家就很辛苦的去把它做出來就是了 好 我們那個輪 因為我們本來 我們找不到輪子 有啦 日本有 一個就要二十萬日幣 一個輪子就要二十萬日幣 我們沒辦法 我們只好自己做 所以我們自己做輪框 設計 然後呢 我們自己去用鋁合金洗出來這樣的一個輪框 然後接下來呢 套上輪子 還好啦 這個輪胎呢 是馬吉斯就是正心輪胎 幫我們做出來的 我們學生弄好以後就在上面 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測試 然後那時候在拍紀錄片的那個導演就問他說 你幹嘛這麼緊張啊 他說 太陽能車就三個輪子在跑 我的同學在上面 如果我沒有做好我就害死他了 我覺得這整個過程 那大部分的學生都是有這種想法 OK 那我們也自己製造這個懸吊系統 設計製造 這是前懸吊 後懸吊 我們 因為很多東西你說是買不到的啦 想買也買不到 那我們自己製作那個鋁電池 電池芯是買的 也許有人聽到 它叫有量科技 我們買電池芯來 然後我們自己做出 模組組成整個電池箱 然後自己去發展所謂的保護電路 我們叫BMS 保護電路 基本上它的作用就是 最簡單來說就是 你要防止電池會被過沖 或者是過放 因為過沖可能會爆炸 過放電池就死掉了 永遠不能再用了 所以這個是太陽能板 我剛剛講 我現在講 這一小片 大概名片大小 一千台幣 三千多片 三百多萬 我是分三批買進來 那時候因為全世界大家都在搶 那我一開始我們台灣一定搶不到 美國很優先 後來你知道我怎麼做 我就跟那個廠商聯絡好 我說這樣 我先付給你一百萬 我先外耳一百萬給你 等你有這麼多量 在這些範圍內 這個太陽能板的效率 是在這個範圍內 大小是我們需要的 那你就賣給我 我先就是先壓起來 沒有人這樣子做生意的 你一百萬給人家等什麼 不良品 有嗎 你沒有這樣子做生意的 那我們總共拿到三千多片以後 很可怕 我們接下來就是 把它全部攤開來 我們要篩選 因為我們到時候是把它焊成 一個模組一個模組 那這個太陽能板呢 這個模組裡面最弱的 就代表這個模組的效率 最差的那個就是它的效率 所以我們要把那個效率接近的 把它集中在一起 所以我們要先篩選 然後大小要接近 尺寸都要對啊什麼 光這件事情 我們這個是在細物會議室 那時候就借了細物會議室 然後我們從早上七點 集合排 然後開始篩選 做到晚上三點 光把它撿出來 然後接下來才痛苦 這每一片 都要焊三根導線 焊出來 那一開始他們焊一批以後呢 就怕怕的 我們來檢查一下 到底有沒有焊錯 結果他們去量的時候 他們怎麼量呢 用這樣 自製的量測設備 就底下打光 然後呢在那邊量 電壓電流 電壓油耶 電流 跑來 老師 好像全部都短路了 都沒有電流 我想 我的天啊 那我們不是死定了 就不用去比賽了嗎 我說 你們回去把它解汗 然後重看看看 解汗看看到底 你們有沒有把它毀了 還好他們解汗以後說 還好正常的 所以就重焊 還好不是全部 一部分 所以這很傷的 然後呢 我們製作這個模板 這個就是一個模組 我們把焊好了 你看三個條 整個串並臉好 OK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封裝 那我們為了這個程序 試了好久好久 因為 這個 太陽能電池之間 要焊一個 Dial 就是二極體 目的是說 萬一 譬如說這一片太陽能板 太陽能電池 短路了 或者是它失效了 它會變成熱點 Hot Start 為什麼呢 就是你這個模組 所發出來的電呢 都會被它給消耗掉 那它會變得很燙很燙 它會把大家 辛苦發出來的電 就給它耗掉 所以我們必須要焊一個二極體 讓它可以跳過 旁通掉 可是那個二極體有厚度 一焊上去 我們去封裝 我們好不容易 那時候學會了封裝 Silicon的晶片 可是 Galien Asunai 就是生化家呢 比那個Silicon薄很多很多 所以你只要稍微一不小心 它就裂掉 效率就變差了 我那時候跟學生說 來 因為我們篩檢完以後 篩檢完以後 就剩下一批效率差 還有有的有一點破掉的板子 在那邊 我說這一區 這一片 這一堆 可以讓你們練習 可以讓你們練習 你把技術練出來 可是他們怎麼封怎麼裂 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個颱風來 我就說 你們不要回家了 外面太危險了 我就把你們關在工廠裡面 我說 我去負責你們的飯菜 我去外面找飯來給你們吃 大家把你們關在工廠 好不容易解決問題 然後我們解決完以後 就開始量產 我們做了這樣的一部設備 然後他們真的是一天 三班 八個小時一班 八個小時一班 然後不停的一直在那邊加工製造 製造什麼 就是這些 一片一片的模組 那我們必須要把它排好 然後排好以後 因為你封裝完一個模組以後 剩下就是正腹脊 正腹脊 正腹脊對好以後要鑽孔 把上面這塊板子鑽孔 讓正腹脊穿過去 然後等到你全部都弄好以後 它大概長得這個樣子 你說他們在幹嘛 因為你拼起來 這中間就有縫 它會影響空氣主力 所以他們要填那個矽膠 可是你填得不好 就會去蓋到旁邊的太陽能板 電池 就會影響效率 所以他們先用膠帶把它貼好 這是那一條矽縫填矽膠 填完以後再把它撕起來 可是你在撕的時候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為你撕太大力 連矽膠也撕起來 這還沒完 因為你剛剛穿過去的正腹脊 接下來就要串病臉 從底下 在那邊串病臉 每一件事情都很辛苦 他們那時候弄起來我說 哇 等一下 你知道要怎麼串病臉嗎 我說老師我們有畫好電路圖 你一看就覺得花掉了 眼睛就花掉了 我根本不知道誰應該接什麼 好 那我們還設計製作了一個中控電腦 這是我們的電池箱 那我們還做了一個中控電腦 這個中控電腦的目的 它長得大概是怎樣 這是一個CPU 那這些是控制太陽能板發電效率的 我們叫MPPT 然後這是DCDC Converter 不過基本上它的作用是這樣 我們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我們知道說我們今天可以跑多遠 跑多少小時啊 我簡單講就是你發出來的電 最好能夠把它用完 可是我們又要儲存一些電留著 要不然隔天一大早要出發的時候 那時候太陽很低 所以你的發電沒有那麼強 所以你要留一些電 在蓄電池裡面 讓它可以 讓太陽能車還是可以跑 那這些我們要寫好程式去自動計算好 所以大概我們跑這三千多公里 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時間 這個駕駛其實是不踩踏板的 它完全由電腦自動控訴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會經過一個小城鎮 其實小城鎮就是加油站 一個加油站在那邊 它附近就會稍微發展出一個小城鎮 那那個小城鎮 你就會看到出現110 就是限速110 之前就是沒有限速 隨便你爛跑都可以 它沒有限速就是畫的黑黑的 一圈 那時候學生說 老師那是什麼 沒有限速 我們假裝它是沒有限速 就可以跑得很快 然後你突然間看到110 然後180、60 太陽能車駕駛是不用控制速度的 我們是從後面那一部支援車輛 我們就輸進去 110按Enter 不 太陽能車就自己降速到110 就這樣 所以我們後面也可以控制那一部 太陽能車的速度 這個主要是在做這件工作 我們寒暑假每天從島到晚 反正吃不完的便打 OK 都在工廠裡面 那你課堂上學不到就是 你要有一個很嚴謹的組織 誰負責什麼 因為團隊合作基本上就是這樣 一部太陽能車說難不是很難 說簡單絕對不簡單 太多事情要做了 然後他們就去規劃這個進度 那誰負責的 那這個龜 這種有時候看不太出來誰先誰後 後來他們又發明了一套東西 這個我只是秀出一小部分 這其實呢 那時候他們就用那個 那個大型的那個印表 也不是印表機啊 你知道那個以前那個針筆的 列印出來大概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這麼長 他們就把它拿來貼在那個工廠的 外面的那個牆那邊 那我每次去就 我看什麼 他們正常就是像這個樣 開始變顏色了 譬如說那一塊變成 譬如說咖啡色 再來橘色 我通常都是看紅色的 紅色就是嚴重Delay 會影響到其他人 因為你有先後順序 嚴重Delay 我就趕快去找那個學生溝通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啊什麼的 這是他們管理的方式 那另外呢 他們在做之前 因為我剛剛講過 你跑三千多公里 那個中間如果出什麼事情怎麼辦啊 所以他們會針對要做的東西呢 先做一些試騙 然後拼命去做實驗 那譬如說我們 你們下禮拜看到的影片 那個這個是大隊長 他就會說 進團隊第一件事情 進團隊第一件事情 就是訓練做木工 所以做什麼用呢 因為他們就可以用 因為木工很容易加工 就可以釘一個 釘一個樣品來測試看看 你可以說這叫mark up 那譬如說 那個駕駛的空間很小啊 東西要擺哪裡 譬如說方向盤要擺哪裡 儀表要擺哪裡 他要看得到 所以他們就是盯一個在那邊檢查 確定說 設計是一回事啊 我把它擺漂漂亮 畫一張圖給老師看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坐進去 駕駛坐進去要能夠看得到摸得到 所以他們在那邊測試這個 那時候台大電的一位經理就說過一句話 哇你們真的是一支很有紀律的研發團隊 他不是說你們很理政站好 不是 就是按部就班 該做什麼 就是照規矩來做 因為工程就是這樣而已 工程沒有什麼很了不起的 OK 好那我們去基本上去比賽 從北部的達爾文 一直跑到最南端的阿德萊德 三千多公里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會先在達爾文的一個賽車場 我們會進行所謂的排位賽 就是競速 那每天比賽是從早上八點跑到下午五點 你超過五點還不停 五點一分停 隔天早上八點一分離開 那裁判是很嚴謹的跟你 等一下就這樣 好 但是你超過五點十分還沒有停 就開始處罰了 隔天早上可能 譬如說五點十一分才停 隔天是八點十二分你才能離開 就開始有處罰 那其他任何時候 你說我跑到沒電了 我停下來曬太陽可不可以 可以 只是這是最不划算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 我們自動駕駛的部分 就是要讓它確保 我們不會跑到中途 說要停下來充電 因為那是對整個速度影響最大的 那我們總共要停到七個控制點 每一個控制點停三十分鐘 那這是一個第一部紀錄片的宣傳短片 給大家看一下 我順便休息 這裡 這裡有水 這裡有水 我们那天测到最高时是120 这是MIT的德国队 比利时 日本 荷兰 刚刚那也是荷兰 这是米西根大学 这是我们 我们的家庭 考協助到的 那兩個人其實是否正在 如果 這一些人都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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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點先 我們最後是第五名 跑藍三千多公也是第五名 當然 你可能說這沒有什麼 對啊 我們出發前 大家說我們想要去拼前三名 我們怎麼知道很簡單 因為我們在ARTC測過 我們算一算 我們知道我們平均時速大概可以跑多少 那就去看過去的紀錄 我們有機會去拼前三名 可是你到了那個 到了那個現場就發現 你進步了對不對 人家也進步了 進步比你還 花的錢進步比你快很多 所以錢 錢主導一切 因為 其實三千 賽車場 比的是什麼 比 你敢不敢開快 比的是機械 你對你的機械有沒有信心 可是三千多公里 可是三千多公里就不再比這個 所以我們坦白講 我們為什麼那麼在意說 我們在賽車場要拼很前面就是 我們唯一能夠贏人家的 就只有在那個地方 因為跑三千多公里 真正決定因素就是太陽能板的效率 太陽能板我們大概花了三百多萬 照一整部車 再加上出口比賽 我大概將近花了一千萬 這都要靠募款募來的 第一名的荷蘭隊為什麼寫大於一百萬歐元呢 因為他們的太陽能板就值一百萬歐元 我們三百多萬 他四五千萬 為什麼呢 就是他們跟我們講的 他就說 因為有一家公司 就給他們一百萬歐元 那我們幹嘛 就拿來全部都買太陽能板 那所以他們的太陽能電池是 ESA 就是歐洲太空總署做出來 全世界最好的太陽能電池 那交給德國一家做封裝 做得最好的公司去封裝 那他們的平均效率 平均效率就是從頭到尾 平均效率大概是32% 我們呢 最好最好的時候是24% 平均大概只有20 出頭一點點而已 就差這樣 沒辦法跟人家競爭的 一百萬歐元 那密西根大學 其實也有150萬美金 大概也是五千萬的資金 我們那時候其實有去問過 那個荷蘭隊的那個幫他們做封裝的公司的老闆 我們有寫信去問 他跟我們說 OK 23%的效率 我封好 封好就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寄給你們 你們就自己貼好這樣就好 這樣要880萬了 我那時候 我回家跟我太太講 我太太說 那你還要做 我就說 我已經跟學生答應了 反正悶著頭皮要去募款了 我就去找很多人 我們到處去 我其實那時候真的是到處去被人家 我去找一位夕友 他一直在那邊跟我說 正好說 不要再做下去 這沒有意義的事情 不過他講了一句話 對我幫助非常非常大 他問我說 正好說你們有第二條路 第二條路 所以你知道我那時候帶一群學生去 我們出來的時候 那學生就這樣 垂頭上去了 被他訓了好久 然後我們出來都垂頭上去了 我就 可是那一句話 我就問學生說 來來來 請問那880萬是怎麼回事 他們跟我說 300多萬是太陽能電池 那封裝就要500多萬 封裝這麼貴喔 來來來 我們自己來學封裝 這樣我就要300多萬就可以了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那個樣子 只是後來我想差一點就做不出來 因為真的 喔 原來是那麼困難的 所以大部 就我所知去比賽的隊伍 沒有一隊是自己做封裝的 因為後來那個德國老闆有到現場 他就站在我旁邊 喔 你們真的自己封出來了 他就一副那種挖苦 我說要要要 I couldn't find enough money to pay you 他就說 It's not easy 我說 I know I know 不是那麼容易的 好 沒關係 我們後來又獲得一個技術場景獎 你看 這是 因為密西根大學正好在我們隔壁 他的車庫在我們隔壁 就是告訴你說 你如果有5000萬的資金 你可以做什麼 OK 那你如果只有50萬 那你可以做什麼 好 我簡單想一下 他們呢 這就是他們的 support company 這個大的大概就是給好幾百萬台幣吧 然後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這一部卡車就這樣 原封不動從美國運到澳洲去 包括車頭 它裡面有什麼 車床洗床空壓機發電機 whatever 它就一個活動工廠 就從美國運過去 我們呢 只有50萬 我在 這是我在澳洲 請人家做的一部拖車 因為這是大會規定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部拖車 萬一你的太陽車跑不動的時候 要放在上面拖到終點 那我們平常拖什麼 就是我們的露營工具啊 等等的 食物都拖在後面 那這是到澳洲去租的 那我們做的一件事情是其他車隊沒有 就是把 因為台灣那時候還記得 我不曉得 有些老師可能記得 茂迪 茂迪曾經當過古王嘛 茂迪那時候捐給我們一批太陽能電池 我就跟他說謝謝 可是呢 效率只有15% 實在不能拿去跟人家比賽 可是呢 我就跟人家說 我把它封好 帶去澳洲 然後我們把第二代太陽能車的那個 蓄電池回收 都放在這個看不清楚 它底下有一個小小的桶子 我們把它放在那裡面 那做什麼啊 我們平白天在跑的時候呢 曬太陽就充電 然後那些電池我們拿來做什麼 因為我們在跑的時候要亂電腦啊 那這個我們的屋頂上都要閃黃燈 OK 我們晚上要打燈 這些電我們就全部由太陽能來供應 那大家會說 怎麼從來沒有對我想過這件事情啊 所以就給我們一個技術上進獎 這是我們你們下個禮拜看的影片裡面 我叫做Master Mike Master Mike的那個學生 他講過的一句話 他說 他說佛墨上的車教我對科學信心 有了最深刻的體認 也就是說 什麼是科學信心我等一下會講 他就說 這不是用榔頭鐵錘這樣子蠻幹達成的 而是工程師用數學跟科學 而達成的 那佛墨上的人教我對革命信心 有最感動的體認 意思就是說 你在設計的時候 你是想到說 我的同學的安全 而且我要去爭取前面的名次這樣 所以你願意犧牲很多的時間 來做這件事情 好 什麼是科學信心呢 剛剛我講的那本書《洞察》 它裡面提到 因為他那時候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美國正好開始要登陸月球 可是在那之前我們對大器的認識 是很有限的 他是大器科學系對不對 所以他就 他常常就跟NASA合作 譬如說我們常常放氣球上去 就去瞭解 從我們活動的空間到外太空之間 到底大器是什麼樣子 那所以他們常常 他常常要出差 那你在出差的時候在飛機場 他就說 每次在機場眺望 心中都會有一種感動 OK 其實我太太也會 我每次帶她去飛機 以前我在技術做事的時候 週末最好的娛樂就是 帶她去看飛機起飛 OK 她說 好漂亮喔 你真的會很感動 OK 你想想看 飛機 你知道波音747起飛的時候有多重嗎 四十萬公斤 四十萬公斤 這個很輕很輕的東西 一放就掉到地上了 四十萬公斤掉下來 一定會掉下來的 可是它就可以輕輕的 你在飛機起飛的時候 看起來就好像輕巧的就這樣拉上去 好優美喔 對不對 好 是什麼原因 我想如果你是工科系的 你都清楚 不過沒關係 你們高中物理大概都學過嘛 Bernille equation對不對 用Bernille equation去瞭解就可以了 好 他是講的是說理解是一回事 但是信心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去看 瞭解以後你就看工業革命 佩服工業革命時候的那些科學家跟工程師的信心 你透過簡單的計算 那時候沒有電腦軟體 那時候沒有那麼複雜的風洞什麼的 你簡單的計算 你就相信你計算的結果 相信你計算的 然後呢你就有膽子把它自建造起來 你可能說我也相信啊 可是沒有 我們常常教設計的人交給製造部門 製造部門說這個做不出來啊 我跟你說台灣最 我常常覺得最成熟最棒的公司 都這樣 你拿到人家的設計來 這個做不出來啊 就叫人家去改 或者是把人家改掉 你就完蛋啊 對不對 你就是不相信那個計算的結果啊 好 如果你缺乏這種信心 你就永遠不敢嘗試去做一項新的設計 就拿人家來抄一抄 很方便 而且很保險 只是 壞處就是你永遠不了解 人家為什麼這樣子設計 那你的科技就老是落後人家 我來這裡寫好幾部我覺得是十萬八千里 坦白講 我這個週末碰到 你們下禮拜會看到的那一位 就是我們那時候太陽能車的駕駛裡面有一位是女孩子 小小的啊 所以他 其實我們那天要經過終點線那一天 我其實已經想好了 我就說就是那位女孩子開車 所以他從那個 那個 頭倉罩打開 他冒出來的時候 全場就 啊 一色哥 大家都嚇到 沒想到裡面是一個女孩子 那這女孩子很厲害啊 他後來念完研究所 去台達店工作 設計馬達 電動車的馬達 後來台達店馬達派去Volkswagen 德國啊 然後呢 他們做完一個project之後 在設計這些東西的時候 在進行這個計畫的時候 保時捷 因為現在Volkswagen擁有保時捷 那Porsche的工程師也在 可是這個計畫結束的時候 那個工程師就問他說 欸 你要不要跳槽來我們公司啊 結果他就跳過去了 那他跟我 那時候導演有去 要去訪問他 就拍第二部紀錄片的時候 然後他就跟導演說 公司要培養他成為高階主管 因為他們主管就說 奇怪欸 一個亞洲女孩子 你怎麼又耐操又耐壓呢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 以前我們老師 以前我們老師這樣子訓練 好像我是很壞的那種 他意思是說 在我的壓迫之下能夠順利畢業 他在那邊什麼都不算 那種呢 Anyway 最近他被台達電挖回來 可是他跟我講說 哇 老師你知道 那個 我們其實不是洛洛人家好幾步 他回來真正重新評估以後 他就知道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好不容易設計出來 覺得可以的一步 不管是馬達也好 驅動器也好 或者是什麼 交到製造部門 他們就要你改 他們就要你改 他們就不願意再進步 我們台灣常常都會說 不管我們比較便宜 你來台灣就會cost down 他說不會 德國已經練就到 就是說我從工程的程序 我可以做得比你還便宜 又好又便宜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好 那 這個大家看看 就是 其實 有什麼是我們真正Original Idea 好吧 那我這個只好很快 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接下來不是說 因為我們就跟學生討論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再去參加一次比賽 雖然沒有拿到第三面 可是我們討論的結果是 可能台灣也不在乎這件事 那 那麼花錢 又沒有得到什麼真正的結果 所以我們就想要轉型 我們把它轉成叫做 Advanced Power Research Center 我們目的就是說 做跟未來比較有希望的這些相關的研究 可以跟工業界比較密切合作 坦白講我過去募了那麼多的錢 幾乎沒有一筆 是從主流產業募到的 沒有一筆 做鞋子的 做衣服的 大部分是這樣 他們都是年輕的時候 因為有人幫助他創業 他為了回饋社會 所以捐錢的 那我們至少應該跟車輛業界 有比較密切的關係 後來我們就去做了燃料電子機車 這是做出來的結果 然後也做了很多的風力發電 這輔導學生創業 然後我們也就是台達電那時候捐了一筆錢 讓我們去從0到100 一部電動車造出來 後來科技部有一個計畫 我們做了有一點點智慧在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的研究主題 除了做電動車之外 也做無人駕駛車 這方面的研究 這是下禮拜 如果大家願意來看的話 他寫的就是 十年可以讓夢想走多遠 2005年我們拍那部紀錄片的時候 是那一位製作人剛創業 他剛創業 他是陪著一位 我在募款的時候 就是那一天來了兩位 我知道這位是我要募款的對象 所以我一直在跟他講故事 講到一半的時候 那製作人就突然間說 正好是我對你的故事感興趣 你知道我那時候想什麼 抱歉我為什麼不太敢靠近他 因為發粉 他會讓我有一點昏昏的 那個製作人就說 我那時候想感興趣幹嘛 捐款就好了 他後來說他要拍紀錄片 我當場就給他拒絕了 然後我就說 我們要比賽的耶 你會感染到我們耶 他說不會不會 我們紀錄片是第三者 我們就是旁觀者 你到最後可能都會 看不到我們的鏡頭 後來拍了剛剛你看到 那部短片的紀錄片 那2015年的時候 他突然間想到說 我們公司存活十年了耶 然後就也想到說 那一群學生在幹嘛呢 所以他又跑回來說 要接著拍第二集 我那時候也跟他講說 你開玩笑啊 十年過去我什麼都沒有留下來 就是你看 就是這一堆廢墟這樣而已 不過他們還蠻厲害的 我覺得導演跟製作人很厲害 他們去剪出一部 很多人說看得很感動的電影 就是下個禮拜上映 好 所以我回到剛剛我問的那一段 其實這都是錯的 我覺得這個社會是我們大人要負責的 那你要怎麼收穫要怎麼摘 好 最後談一下教育的再思考 這是一個叫做 徐烈金先生在媒體上發表的 我把它引用下來 簡單講就是 我們的教育是關在校園內的教育 極限於書本 美國就不是了 其實也不只是美國 像以色列 他現在是很多人把它看作是創業之國 他們很多的年輕人是在作戰當中 學會那些本事的 不是在書本上 書本還是很重要 因為它會提供你相關的知識 而我們是應付考試的教育 好 這個我就不再講這個 那我們的念書 其實念書不是為了考試 也不應該是為了求職或升官 那因為我們每次都是怕說 不考試就不公平 所以我們為了怕不公平 為了怕人情壓力 所以我們就不敢改變 OK 那我們的教育其實也不是寫黑板而已 現在用投影機 我覺得教你永遠教不完 最後一句話就是 如果我們想 期待有更好的下一代 而不願意改變制度 其實我們沒有資格來批評年輕人 也不應該期待說會有更進步的未來 我們過去把這個 技職體系給摧毀了 那現在又要重新回來 台灣的企業困境 有時候就是 我剛剛跟房老師說 我們是仿工大陸的文化 就是一切都是臨時的 我們不願意生耕 我們不願意好好去投資 我們投資的時候 就明天最好是今天就可以開始賺錢了 那這種潛疊型文化的東西 你任何技術 你如果沒有十年的功力 太容易就被人家超越了 對不對 我記得以前我碰過一個老闆 他就說 張老師 我給我的員工四十二天 四十二天就是六個禮拜 一個半月 他如果沒辦法解決問題 那就放棄 那你最後就放棄自己 永遠就放棄掉 好 我不講學術界 這鴻溝基本上是我們 我們只注重論文 那工業界其實也不太注重人才 也不看重知識的力量 然後他們也想free lunch 這個都是很多的 互相沒辦法妥協 我覺得我們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沒有在教育工程師 因為我們 我想交代也應該是一樣 就是研究型大學 所以好像教育工程師 是不一定要做的 好吧 這些我想我就不一一念它 我覺得我們的 其實一個文化的形成是互相的 是整個社會的一個氛圍 那代工文化其實也 影響了我們的教育 我時候常常在教的時候覺得 如果只是代工 你們不需要學這些啊 然後呢 我們就是照書本來教而已 學生都學得很無趣啊 可是我們好像一直掙脫不出來 我剛才有跟那個黃老師提到說 其實我很幸運啦 當初我收到通知說 要來這個地方演講的時候 要我給一個題目 我就放著那個工程與工程教育在思考 結果大概一個月前吧 教育部就打電話來說 老師我們希望你能夠成立一個計畫辦公室 我們要推動一個叫做 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構 我覺得只是一個巧合啦 但是我還覺得蠻起雞皮疙瘩的 就是巧合的這麼的貼切 這個就要到時候請大家多多支持 老師們請大家多多支持 來提計畫 我常常覺得像我們一直在強調說整合型研究 可是我們常常拿到計畫以後 大家就各做各的很少真正能夠好好整合起來 我們很少問說為什麼我們要做研究呢 或者是問我們為什麼要念書呢 類似的 那也回到前面就是 因為我們都搞錯方向了 搞錯目的了 我們有在善用納稅人的錢在做研究嗎 好 做個結語 台灣病不差啦 其實台灣病不差 只是後面有追病 那維持現狀其實就等於等死 我覺得是沒有一個magic pier 你吃下去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一切就要從嚴格的務實教育做起 我們現在對學生就是 怕他們轉系還是怎麼樣 給的成績都很甜啊 他們沒有真正學到東西 很可惜的 我覺得如果我們要走出未來的路 我們就必須要從歷史來學 動物只懂現在 只有人懂得過去才能夠開創未來 這是我自己的體會 我一直在歷史當中去找說 譬如說我坐電動車 我坐燃料電子機車 現在在坐無人駕駛車 很多人都把它炒熱了 我都很害怕 我回過歷史去看 我都覺得還早耶 我們所走的方向其實是有問題的 我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坐電動車 畢竟我本來就在坐電動車 但是絕對不是像我們這個樣子 要把它推到社會裡面去 這是我自己的體會 最後用這個來收尾 這就是那一本洞察裡面寫過的一段話 就是我們了解西方近代科學發展的過程 是有助於建立東方人的科學信心 OK 抱歉我好像在說教 可是我其實也真的是好像要來傳教一樣 就是這裡頭沒有magic pier 你真正想要走出自己的路 回過頭去看一看 因為你會看到說 那些發展過去西方社會 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 一直到工業革命到現代 這個整條路的發展呢 的歷程會有可能在東方發生的 其實日本就是這樣子走過來的 我是覺得 它是我們很值得學習的對象 好吧 今天拉拉爪爪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